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煤炭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中国大陆会开放他进口 可是中日关系 现在却选择了一个 正在做这个军事扩张 彼此之间就是军事扩张上面的竞赛 军备竞赛 尤其是日本 日本在去年底呢 他修改了他的安保三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将中国大陆就直接列为他战略性的敌人 然后呢 接着你看到日美的二加二会谈 十一号 然后中国大陆呢 把日本公布了大量的这一个一些讯号 然后就他们的媒体公布了 比如说要在西南诸岛 设大量的弹药库 然后呢 未来呢 每一年要增加一兆日元的军事上面的准备 大幅度的扩军 那么所以我们 然后接着你再看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即将在十三号访问美国 解放军在昨天呢 突然宣布 在台湾周边实施 各种兵种的演练 他既是针对台湾的 更是针对台海的 我想更是针对日本的 所以中日关系 在最近的情势的急剧的变化 其实对于台海 本来我觉得可以平静一段时间 因为你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开始 重心点放在拼经济 我觉得可能中 台湾跟这个对岸两岸之间的关系 会平静一段时间 但我觉得日本现在还在继续烧 怎么办 好日本 但我们都说 那日本为什么会继续烧 我们会讲过因为 因为美国在 在美国他的全球的战略支 支点三个 因为三个才能够构成一个平面吗 他的那个操作才能够平衡 三个支点的一个就是北约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的中东的沙特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安保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 日本的是他在 尤其在太平洋世纪的到来的时候 日本对美国来讲是重中之重 就像是隔着大西洋的 所谓所谓的大西洋主义的 英国是一样的 为为什么拜登到英国的时候呢 跟波拉斯江森的两个人那从重新的好像宣告了大西洋主义 波拉斯江森的会觉得好像金工附体一样一样的道理就是他就是隔着一个海洋当美国的看门狗 那英国的在大西洋当看门狗日本的就在呢太平洋当当看门狗 当讲看门狗可能可能一些一些日本的朋友听起来会不会不高兴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面的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副警长好了 好那现在你看得出来澳澳洲呢有一点想把那个副警长的牌子丢丢下来呢 在下丢还给美国的味道 我不要当副警长当副警长呢钱又不多 然后呢但是呢风风风风风险很高常会中枪我不要当了 澳洲有一点那样的味道 可是澳洲毕竟不是二战的战败国 日本不一样啊 日本是个战败国 他实际上面现在都还是在被占领的状态 那 当从日本的角度为注意日本的舆论呢对于所谓的安保山文件的解读 因为日本现在也是鹰派台的抬头 非常非常鹰 那鹰派呢对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认为错不在日本 他们认为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呢是因为中国一直 对日本进行的军事上面的挤压 不管是钓鱼岛日本讲到说当然不可能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岸田文雄 最近的又在谈了就是要这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要再一次的确认 就是美日安保架构里面 要确定了再度的确认他们所谓的间隔诸岛我们说的钓鱼岛 适用于美日安保第五条 就是呢把它纳入到那纳入呢美日安保的范围 那在这样子一个一个架构下面那说那那日本日本有美国的保护啊 你要美国保护你当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了 那日本的理由就是说你看你看中国现在对于日本 不管是公骨水水道不管是大鱼水道 不管是的京青水水道 中国每年都要进出好几趟 那再来呢就是中国最近的去年底 在日本的东西两侧的军演那个对日本来讲压迫太大了 这两年 所有的跟俄罗斯的海上的军演都都在亚洲 都在亚洲的每年都来我日本绕一绕 去年的是把日本的大大半个能让绕一圈 今年的虽然没有绕一圈 可是呢是在的钓鱼岛附近的东海的周围的所所举行的军演 那是去年 那是去年 前年那绕到全局已经是前年的事情 对不起 2020年了 对对对 单了一年 对对对 然后绕日本是前年2021年 谢谢谢谢 我常常都还没过过过年的感觉 好那同样的他又在 就你看到 看到就辽宁舰的航母航母在战斗群 这个是 美日就是说有尤其是美国的美国军军方 其实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 我说辽宁舰的舰队群靠近关岛 不止美国紧张 因为二战之后从来没有任何的航母战斗群 能够这么靠近了关岛 尤其关岛已经不是过去的关岛 关岛现在是取代了夏威夷 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当中 最重要的军事的支点 所以你靠近呢 靠近 关岛 就等于是靠近美国在太平洋的心脏地带 所以他就只好把尼米兹号 摆摆出来 就是我摆在那个地方我也不动 就是警告你 你不要再靠近了 但是日本就很紧张了 你美国可以可以党啊 那我日本靠什么党 现在的解放军的东西 两侧的军演的 就把我包的死死死的 你光看了日本最近的舆论的反应 我们陆处有谈到的 包括 为什么很关注呢 琉球群岛 琉球知识的讲话 你认为在日本国内没有发酵吗 当然有 上个礼拜呢 我们谈到了 宇纳 宇纳国岛的民众 民众 他们说呢 我们现在呢 要要设避难所 随时有可能发生战争 那岛很小 这就是要设防空洞的意思 那你想这些的岛屿 这这些的重要的 在靠最靠近台湾的云纳国岛就在旁边而已啊 最靠近台湾的这些地方 都这么的紧张 日本当然会紧张 不最重要的 我认为他是政治需要 这些紧张啊 你觉得是真实的紧张 还是政治所 创造出来的紧张 那个是美国需要的紧张 对啊 就是当美国 反正乌克兰就这个样子吗 因为美国的战略很清楚 第一岛链 他已经并不想参与了 如果他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话 他担心他可能会受重伤 所以他的大量的这个军备 就往后撤到了关岛 这是你刚提到说 当中国大陆的 鸟铃舰战斗群 接近关岛的时候 日本那么紧张的关系 因为这个第二 第二岛链 关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那如果说 那但是他第一岛链的空虚怎么办 就要求他的所有的盟友国 强化他的军备 所以 日本 一定要强化军备 而日本强化军备 如果 没有 紧张的情势的话 他如何强化他的军备 所以他一定要让 国民觉得 很紧张 我们随时会被打 我们随时都处于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的敌人不是只有 苏联跟俄罗斯 不是当年的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 我们现在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 就在我们的当面 而且就在西南诸岛 可是我们过去的军备呢 绝大多数是在北海道这边 因为北方 是岛跟俄罗斯之间的 这个彼此之间的争夺 还非常的激烈 那现在我们要加强化 西南诸岛 总要让民众先紧张 我才有这个理由去扩军啊 所以他也是政治上 他或许也是中国大陆 实际上面的军事实力的增强 但他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是 美国的政治需要 也是日本的政治需要 好我们我们从美国谈起 虽然虽然我们几乎呢 每个礼拜呢都要谈美国 但是 他第一强国啊 对那当中美在一个在一个对对抗架构里面吗 那 2023年 开春之后的几件事 开年之后的开年开年之后的几件事 我我觉得美国在2023年 因为2024年就要总统大选 那是今天的媒体的报道 拜登搞不好 2月份大概就会说宣布要竞选 连任了 那但是对美国来讲 2023年 他在亚洲 他是有战略崩溃的风险 所谓战略崩溃就是第1岛链的崩溃了第1岛链 台湾不用讲台湾虽然他美美国不断的受受武器啦要要布雷啦然后但是他知道 如果第1岛链军事冲突战场一定在在台湾 台湾不是他的他的同同盟 台湾是一个美国现在在用以时间换取空间 他争取比较多的时间把台湾的岛上他想要的东西包括台积电能搬的赶快要搬走 这就需要时间的在那个的搬运工的还没有搬完以前台湾的不适合发生战争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第1岛链也严格讲就三块就是日本台湾跟菲律宾可是菲律宾 我认为美国很清楚的知道菲律宾是不靠谱的 虽然国家殖民地可是他毕竟是在亚洲东盟的一环菲律宾 不太可能做出一个完全跟中国决裂冒着跟中国决裂跟 东盟决裂的风险然后呢回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殖民母国的怀怀抱不太可能 那当台湾是战场菲律宾不靠谱 其实亚洲他唯一第一岛链 最近的美日之间的互动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有美国的就是以后第一岛链就交给你 你就是要帮我帮我挡的挡子弹 所有的就第一波的冲突包括台湾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日本要站在第一线日本人懂不懂懂啊其实日本最近国内的舆论跟评论讨论很多 很多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日本又要准备要开战了吗 所以岸田文雄这次呢到美国 十一号那是二二加二 十三号他要跟拜登见面 要确认安保文件 里面的一些的内容 其实这次呢 这次岸田 出访美国 以及二加二的那个彩排 以及呢在出访前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那三文件 三文件包括呢买买导弹部部署 飞弹增加军费 第二个 原来大家都以为去年底 林芳正 林芳正是日本当下政政坛的 清中派的代表 不要说清中 支中派的代表 可是你看他上来到现在为止一年多将近两年没有任何的功能 他跟中国不产生互动 本来以为呢林芳正终于可以发挥功能了他终于能要到大陆访问了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一点机会都没有 中日接下去的关系就像去年底我们讲的不要乐观 短时间之内我看不到缓解的讯号跟澳洲背道而驰 我觉得不只是中日关系没有办法缓解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这一个 因为台湾 台湾也好日本也好都没有办法跟 美国say no 所以日本因为没办法跟美国say no 所以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甚至于可能彼此之间要走向军备竞赛 走向军备竞赛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这对日本绝对不利 日本正在选择一条对他最不利的一条路 而台湾呢 台湾也没办法跟美国say no 所以台湾不能say no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按照美国的战略构想 把自己给战场化 就我们把整个台湾本岛 然后把它给布置成为一个战场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刺猬战术了 现在就是 每一块土地都希望他能够成为 拖累中国大陆的 一个战区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是盟国 对对对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战场 所以不管是他要卖给我们布雷车 要布地雷 不管你怎么讲说那个地雷是指对 只侦测 这个战车 因为他对于重物的那个要求很高 所以一般人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你这个雷只要布下去了 那块土地还能够用吗 我想想问就那个雷布下去了 那被布雷的那些地区 我们还能够有任何的发展的可能性吗 台湾这么小 然后刺针飞弹 这些 其实都是要让台湾的每一块土地成为战场的一个布置 因为我们没办法跟美国say no 嗯 我我我最近看到看到日本也开始在讨论 兵役的问题 真的 那因为自卫队 他他是自卫自卫队吗 自卫队都的都是用木兵的 但是如果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只要发生战争 每个国家都会增兵的啦 就是每每个每个国家呢 平常基本上以木兵为主 但是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 那你的宪法当中的就是说特殊的这个条款 大概就要启动 增兵永远是例外 是特殊情况下面的才会用 所以我说当台湾开始增兵的时候 你只要接收一个讯号 就是 这个政府 以及这个政府后面的美国 是准备要打仗 嗯 他才会用增兵 那日本在讨论的时候呢 他们就就就就就谈了几件事情 一个呢就是 就是 他们就就是 我看了那篇评论里面 他讲到像甘乃迪 就是美国的前前中的甘乃迪 甘乃迪 1960年代的总 甘乃迪因为因为因为他身体是有伤啊 他是给不用当兵的 可他坚持要当兵 后来勉强征召了之后呢 把他摆在后背部 他说不要我要我要我要到第一线 所以呢他在他的战场当中的 他是开着快快艇的被 就是呢被被打伤了还受了伤的 你就知道 他在用这个case就说 真的 真的想要当你领导人的 都要努力的证明呢 我自己愿意站在第一线 跟台湾是不一样 第二个 他就说 像是欧 欧洲国 国家像是 德国 他们的要求都是说 主张真兵的 主张的要打仗的 应该的让你的子弟兵 先上战场 这这不是我们在这边唱高调 欧洲国家呢 都是这样子讲的 嗯 所以今天在台湾的在谈真兵问题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一直质疑民进党就是你为什么 你们自己人都不当兵 然后呢你们对战争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面开战了之后呢 你们一定要躲得非常非常远 但是呢真的会去呢上战场去送死的 不断去灌输他们训练他们的爱台湾的所谓的爱台独国的教育的 其实都只是准备让这些无知的年轻人当你的炮灰而已 但是美国现在跟日本的操作 日本现在的气氛在去年底到现在为止 我的那个转变很明显 就是日本 有闻到台湾的这场的战争 好像越来越不可避免 我们也有点离开 我们下期见 在这里是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譬如下期见